大家好 我是来自广州的阿里 世界冠军 好几天的世界冠军 大家好我叫冰冰 大哥了 他们已经不在江湖上行走了 他们基本上都是食物链的顶端 为中国Lukin就是做了很多事情 首位中国人在Just the Blue 总决赛上面拿Lukin冠军的 看了七年的这个比赛 一直梦想着代表中国能够上这个舞台 阿拉雲 阿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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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是太难得太难忘了 这 就没有多少跳舞的人一辈子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阿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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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厉害 也没有多厉害 按照现在的水平看 当时也没有多厉害 只是对我来说 哇 这个人什么都会跳 几个舞种都会跳 我觉得可以 可以教课 他在旁边练 对 教课 来第一天solo 有hip hop 没有popping 没有locking 这个人 哇 他懂的东西挺多的 然后就开始跟他上课 我的B-boy身体硬到都不行了 而且我上课 我们班里面都是最差的 身体不协调 也 节奏感也不好 就天生就不是一块跳舞的料 对 硬练 练啊 就你先天不足 后天可以尼古 生练了 以前我们开会到几点 开完会一过来 他还在跳 就冲着他这份劲 后来就两个人就变成二对二的搭档 对 对 也是其中一个人 对 后来就 没有放过老婆 没事 要报到 查报 对 当时是没有他那几年啊 那一两年 那么拼了老命的练 不会有他今天 每天马上就是巡师约几个人 然后一起去练一下舞 对 就练舞啊 就很开心了 对 我跟他一起练舞 就马上又比KOD了 然后我的脚摔断了 就跟他一起练舞 对啊 我是大学毕业的时候就进SPEED 对 我也是进了SPEED 才是真正的职业生涯 对 以前都乱跳 随便跳 对 野 跳野舞 野舞 哈哈哈哈哈哈 野舞 跳野舞 野舞 就没人管 没人教 没有演出 那是野舞 随便跳 好 我小时候 我母亲带我去电影院看那场霹雳舞 谁知道我去到那里就迷上这个东西了 他也很支持我玩这个东西 因为他觉得跳舞没什么不好 只要不去干坏事什么都好 牙哥是表演兴奋很高 就真的想跟大家去怎么学习一下 怎么去表演 挺厉害的 各方面都很厉害 本身自己也厉害 然后又能教别人 他听到音乐呢 第一反应就是响亮画面 那个音乐听起来像什么 真的牙哥是个很恐怖的 非常恐怖的前辈 以前我做b-boy的时候 认头转 都不知道摔了多少次 也没人教 反正就自己琢磨 好 刚刚那里怎么站了 一二三四五就ok了 哦 那Semi在学这个 Semi学一下干嘛 好 好来 再来一下 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 一就一二就二 不行就不行 行就行 我也不想在人面前讨一些什么好话 反正你觉得我怎么地就怎么地 我觉得你怎么地就怎么地 就直来直往 你的屁股这么大 这个能做得下吗 可以 这个屁股这么大 你的屁股这么大 可以 能做得下吗 可以 可以吗 肯定能做到吗 可以 谢谢 挺好吃的 好嫩的果冬 你吃个豆腐吧 柳兰豆腐 他其实比较佛系 吃素的 我们家没有人吃素的 就他吃素 吃点虾什么蟹什么 爸爸你干嘛要杀死他 他是一个情商非常高 又懂事的小女儿 你问他 到底爱妈妈还是爱爸爸 爸妈都爱 爱爷爷爱奶奶爱妈妈爱爸爸 爸妈妈妈爷爷爱奶奶 这些 后面还有 因为这个地方我们今天是刚找到 然后第一次大家去 所以他新鲜感很好 周婷 哇 这个很难玩的 平时就是蛮珍惜每一次跟孩子在一起的机会 因为他陪伴的时间很少 他平时就是教小朋友去跳舞的会比较多 起床他就出去工作了 我们就在读书 或者我也出门了 但他晚上回来的时候我们已经睡下了 基本上我都没有时间看到他 我们俩其实都玩得挺疯的 如果其实不是要有后面有事情 我真的不想走 就是一直陪着他 玩到他 筋疲力尽 跟我说 爸爸我们回家吧 就这种 这帮小孩是去年11月份召集的 叫Mini Dots 我的团队叫The Dots 意思是The Dance Original Style 我们跳的就是原始的一些风格 算什么 你有一种 不是 是 是不是 是不是 是 就是 都是 对 也是 对 有人 你 好重 他是一个文化 一个文化它自然有 它能够打动人的一面 孩子能够发挥他自己的想象 然后孩子会学会坚持 学会面对失败 学到平衡 学到音乐 鉴赏能力 孩子会从这里交朋友 他们两个最老的 但是12岁 平均11岁 太老了 太老了 你们想在结婚上面 拿到什么成绩 肯定的 最上面那个 最低还那个 我觉得就好好玩吧 你们喜欢爱好成绩吗 肯定喜欢 肯定喜欢 喜欢他就会 喜欢他跳舞 他幽默 幽默 幽默 虚趣 雌行 可爱 你们觉得老师 能拿到什么样的名词 冠军 肯定的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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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咕咕 2.0 精神传承有我 紀念快山 紀念一百多年 一百多年 希望給所有青春的一個 年輕人的一個平台 給大家在這邊一起去 發洩這種愛國的精神 加油 我就是想讓我自己能夠更多的走出去 做文化的這種推廣 你的名字 求生命更重要 好 西瓜姐姐 姐 愛老師帥嗎 帥啊 不必了 我好愛他 愛呀愛呀 加油加油 加油 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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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婆妮妮她也是跳舞的 並且我們還生了個小朋友 小朋友也是延續著跳舞的 我們應該是全中國 算是第一個街舞的Family 愛不讓別人 成功 打好 我好痕 那我经常在找这些来笑 我很怪的 我笑点很低的 我有时候我手机里面经常收藏那些 很好笑的东西 就有时候没事很无聊的时候 躺在床上就会开始翻手机 然后就找那些特别好笑的东西 然后自己笑笑笑 一个小时过去了 然后就该干嘛干嘛 很无聊 我是很无聊的 这也是我一些平时的帽子 我很多都没有怎么戴的 这些都是我其中的一个 收藏 收藏 像这个大家能看出 大大哥的logo KOD的 KOD的 这是我当时在 16年的KOD 然后在刚好中国赛区总决赛在广州 然后赢了是代表中国去美国的KOD 它是这样子分的 这个呢这一顶呢是 观众版 就是你可以花钱买 这个呢是只有冠军才能拿到的 所以我是 所以我是冠军 我戴个帽子先 耶 给 好 这是KOD的 好 那我现在隆重介绍一下这顶帽子 这顶帽子是我第一次去美国 当时 2016年的时候 然后我经过了一家 去LA嘛 LA经过一家他们那个棒球 棒球队 然后呢 我就看到这顶帽子 帽子其实很普通 它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棒球帽 但是不同的点呢就是 它在这个位置可以自己加一些刺绣上去 因为在国内比较少这种这种这种做法 然后就想 那我们就 把我们一家人的名字就写上去吧 然后我就定了三顶 然后分别是我儿子的名字 Daniel 然后 然后这里是我的名字 冰冰 然后这里是我老婆的名字 妮妮 有时候戴这个帽子的时候 我们是分开戴的 就是有时候我会戴 我老婆的名字 然后我老婆可能会戴我儿子的名字 然后 我儿子可能会戴我的名字 然后呢 可能这个感觉 戴出来的感觉 有点像混搭 但是它整个感觉就是 然后我们都是一家人 很多女生就是 会发脾气说不做家务 她就不会 她就会帮我分的做了 对 其实我在家里 如果我在家里的话 我有空的话 我肯定会做的 一定会做的 我不会说看着她 然后拖地 然后洗碗 然后洗衣服 然后我就一直在打游戏 因为一个家 大家都有份的 有份在这个家里面 那有事情的时候 当然是一起去做 对 这样子会 才更像是一个家庭 而不是说 把所有的事情都扔给其中一个成员 你是女生 你就应该在家里做家务 我是男生 我就应该在外面挣钱 这下都什么年代了 今天我要教大家 怎么去帮小狗做洗澡护理 首先你要有一只狗 那狗特别是可爱的 听话的 然后你喜欢的 然后呢 第一件事呢 你要用这种水 先帮它做个按摩 对 这只狗 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说这只狗是我 是我在大概半年前的时候 就是它是流浪狗来的 这是一只很可怜的流浪狗之前 那当时是我老婆跟我儿子 然后我当时在外地 然后老婆跟我儿子就看到它了 然后觉得它蛮可怜的 然后就收留它了 所以它之后呢 然后当时我们有发一个 就是 就是我们找到一只流浪狗 然后看这是谁 哪家的狗丢了 发这个通知 但是这个通知发了两三个月 好像都没有人来 去认领它 然后后来我们就要了它 对 就让它一直跟在我们身边 跟着我们一起 一起生活 然后它现在也觉得 这个是它的家了 好 好 好 这个时候你小心哦 摄影师小心哦 这个时候我会让他做一个动作 好 再来 摸 三 二 一 飞 摸 哈哈 保重见 妈咪 硏 我们的衣服 好 我们的衣服 我们的衣服 五 六 六 五 六 七 七 八 停 大家看一下我身旁这位小朋友 是不是有点眼熟呢 对 他就是我们在上一季 这就是街舞的其中一位小选手 就是call out Joe Hart的那位小选手 那我就选Joe Hart吧 大家好 我叫马子明 来自新疆路木齐 我一共跳了六年舞 然后主要跳是Lucky和Hip-Hop 然后我在这里想为冰冰老师加油 希望冰冰老师可以在这些舞2里面 取得更好的成绩 我特别喜欢分享舞蹈 分享音乐跟不同的学生 不同的孩子 不同的朋友 去分享自己对舞蹈的一些概念 一些观念 所以呢我会约他们一起出来 然后我们围圈 然后做一个分组的一个battle环节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 对一个舞蹈的交流 就是我们可以看一看对方 到底跳的舞蹈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我们可以从对方的舞蹈里面 学习到一些自己舞蹈里面没有的东西 然后学习了之后 然后加强在自己的舞蹈上面 所以我特别喜欢跟小朋友 跟大人一起跳舞 特别喜欢跟所有人一起跳舞 我希望大家也喜欢跟我一起跳舞 有空一起跳舞 yes peace 这世界很酷 这世界很酷 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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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朋友